濃濃黑煙直衝天際 現場煙霧瀰漫 桃園楊梅這間紡織工廠 7月2號的一場大火奪走兩條人命 2022年3月桃園平鎮的一家零件工廠也發生火警 上千瓶廠房陷入火海 一名女員工受困火場燒成礁石 桃園工廠倉儲林立佔地大 亦發生火警燃燒面積通常相當廣 危險性也大增 監察院在21號發布新聞稿指出桃園工廠 以及倉儲火災的起火比率高於全國 以及新北市 尤其監委還查出消防局跟經濟發展局所列管的 工廠數量落差高達三千多比 為政治轄內工廠特性切實列管 對桃園消防局提出糾正 我們消防局尊重監察院的糾正案 有關於本局列管工廠因列管標準不一 與建發局有三稱瑜伽的落差部分 將後續與經濟發局進一步的主案來檢討 移清 桃園工廠倉儲大火頻傳 如今爆出超過三千家工廠未列管 消防局回應會再加強管理 畢竟要事又在發生嚴重火警 造成財損傷亡後果 恐怕難以想像 三天新聞張雲傑黃正傑桃園參與報導 進入二十萬部 車質 clairement有關於 讓開火警 停納